好 臺北市議會 有一個民進黨議員辦公室的助理 曾經發生性侵事件 被判一年十個月 出獄以後 最近又在臺北市議會 小心 又怎麼看他又出現 很離譜 而且助理還改了名字 改了名字好像就是換人 好像就不是他了 所以女生看他都遠離都知道 結果居然還回過到議會去 而且好像還是這個 變成公費助理等等 那這次在臺北市議會 他說發覺三月就回議會重新聘用 而且是公費聘用 還不是私費聘用 那另外臺南市也有 說也是性騷擾慣犯 然後至少有五十到六十人受害 多少人受害 到底是怎樣 然後這個叫做綠營六鳥俠 羅少吉的臺南市政府工作 黃偉哲說又聘他 所以說怎麼一個慣犯 怎麼又聘用性騷擾的慣犯呢 到底怎麼回事呢 然後臺南市賴清德本命區 已經出現了三個賢租手 所以臺南市的國民黨說 這是要信賴臺灣 因為要信賴 所以叫信賴 等於是諧音 另外臺北市勞動局要求6月12號前回函 小英只有會傳信賴 因為臺北市屬於勞動局負責的 每一個案子他就要發函 你趕快來說明 每一個案子他要去調查 所以勞動局已經不堪其擾了 一個接一個 一個接一個 而且好像從第一個道歉為止都沒有解釋 說因為這個簽設資料太多了 慢慢 那什麼時候到底什麼叫資料太多 那什麼意思 你什麼時候才能回 你是想拖嗎 所以講完說該罰就罰啦 拖延不是不行的 那王宏偉也說呢 這個民進黨為什麼交不出性騷擾報告 是難道有誰的名字不能被主管機關看見嗎 誰的名字在裡面明明知道 所以你們就不把他拿出來嗎 另外陳芳明也被報 那鄭大老師要女學生自己流行一點 學生都要注意這個老師要小心等等 那鄭大老師會依法調查 這次信騷的事件一次爆發這麼多 這個也是一個最好的機會 怎麼樣看政黨是不是有決心要去做改變 因為民進黨到現在看起來顯然好像沒有 真的有積極的作為 因為鄭雲 范雲 范雲委員 他那時候就直接告陳雪生 那還是在立法院拉扯衝突的情況之下 他都知道要告了 那現在一次爆發這麼多 如果都只是說要去上課 未來要立法要怎麼樣 那都是假的 因為你現在如果沒有給一個交代 以後更沒有人敢講 因為這個本來就是不對等 不只是吃生 你在所有的職場各方面其實都是 那這些政治人物 這些有權有勢的人 他有更大的影響力 誰敢對他們來提告 所以如果我們這一次沒有把握 我相信這個都是說假的 那因為剛剛提到那個資政的問題 今天蔡總統很難得 他在發生很多事情 我們不管疫情也好 不管其他的國政也好 發生錯誤的時候 他從來沒有道過歉 可是他今天居然出來道了兩次歉 可見這個資政多重要 這個資政很重要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小英之友會的總會長 不管他現在小英之友會的總會 總部已經設在桃園了 桃園大家去了解一下 不管所有的建設 還有光電 還有所有其他能源 他誰點頭說了算 怎麼可能去得罪他 再加上這個資政 他當初可能也告錯了 他告刑事 告刑事有可能會燒到自己 他如果告民事 也許他就不會側告 所以這個是在設防火牆 我們希望這一次的事件 因為民進黨跟國民黨不一樣 國民黨也有人投訴 可是在很快的時間 就馬上做回應 然後也做處理 怎麼樣去做這樣的處置 我覺得這個才是給全民的交代 因為如果說像這樣子 都有政治算計 我們所有的信品都是假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你不要在那邊 發職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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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